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前线人员的激增 军工厂就得夜以继日的不断感攻战斗所需的物资 不仅只有军工厂会全面感攻军需品 但凡与军工相关的企业也得允许所有权利进行军工生产 军人去前线 而普通国民则会分配到各种能发挥作用的后勤部门 比如把一些成年人要到军工厂去进行军需品的生产 总而言之 一级战备可谓是是招下而动举国上下 曾经在争保战役时期 中国就曾在两天内就召回15位士兵 可怜进入一级战备不是闹着玩的 而这样的战事机动力也让西方大国感到吃惊 表示中国不能随意拗惹